1900年是一个庚子年 八国联军的龙龙炮声已经传进了北京故宫 满清的老佛爷慈禧太后 乔装打扮轻衣小帽 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往西安 在途中光绪皇帝因饥寒交加感染了肺炎 2020年也是一个庚子年 欧洲疫情的新闻传进了伦敦白鸡汉宫 英国的老佛爷伊丽莎白女王低调出行 坐车前往文莎城堡 不久消息传出 查尔斯王子因为保护不力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风云变化太快了 才120年 自己太后也就是老佛爷耶和纳拉氏 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妖婆和庸才 甚至从用传统的眼光来看 她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自己是孤儿寡母上位的 接手的是一个极带的烂摊子 当时咸丰皇帝刚刚去世 英法联军还占领着北京 内有树顺等负政八大臣 忽视眈眈 慈禧随时有生命之忧 外有太平天国造反 整个江南被打成白地 赋税完全中断 人口损失以千万计算 慈禧上台时 国库的存银不足十万两 而每月的军费高达三百万两以上 然而这样一个烂摊子 慈禧竟然收回了大权 在东南剿灭了太平天国 在中原消灭了年军 在西北平定了回乱 收回了新疆 甚至在云南打败了法国 这些还重用了曾国潘李鸿章 左中堂等一系列名臣 甚至让英国人赫德 当了海关总税务司和太子太保 他还支持开展了洋务运动 开工厂修铁路 建立了亚洲第一大舰队 北洋水师 1880年前后 满清竟然在国力财政 军事经济上 搞出了一个良好局面 几乎翻身了 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在历史潮流 相去甚远的大清 中兴只是一场梦幻 看似如此大好的局面 老佛爷都还在有声之年呢 庚子年 八国联军竟然就再次打进了北京 老佛爷的百万全民 克鲁伯大炮 马克进机枪 精锐的五位前军 强大的朝廷竟然一碰就碎 老佛爷看到的朝廷 只是外表的光鲜 大家用尽全力的做一个表胡将 这个国家封闭保守 阶层分裂 却又妄自尊大 庚子仍然是小农社会的没守成规 早已拂朽不堪 一个天朝上国 国民们认为修筑铁路会破坏风水 拍摄照片会射皱灵魂 认为教堂的西医们 每天活取人们的心肝 军机大臣们竟然相信 喝一盒团的浮水会刀枪不入 干出把大师兄当成神将来拜的荒唐 被虚幻蒙蔽 大清自然不能理解 英国的强大 不是他密密麻麻的铁甲舰队 也不是他最先进的养兵养枪 也不是他最先进的养枪养炮 而是他们奋发向上的国民精神 英国在引领着科技的革命 代表着时代的方向 英国人不仅仅把蒸汽机当成机器 而是作为改天改地的力量 他推动人类大规模的进入工业社会 强力的改变自然 从矿山铁路到仿制机火车头 马克思说 他转变了整个世界 几十年创造的财富 超越了封建社会的总和 四千万人口的英国 把生意和殖民地做到了全世界 称为日不落帝国 一家独占全球40%的贸易额 在那个年代 英国是命运之子 代表世界潮流的豪豪荡荡 慈禧代表的农耕为名 其实早被历史抛弃了 和世界趋势完全不兼容 任何的努力 不过是一场衰落的玩戈 无能家无奈老佛爷慈禧 只能在那个庚子年 仓皇出逃 或许这就是国运吧 英国的老佛爷伊丽莎白女王 虽然只是名义元首 但一样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在他上任的1950年代 英国在全球的统治被推翻 殖民地大量的独立 国力率退到了极点 邱吉尔说 在巨大的俄国熊和北美野牛中间 坐着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但这位老佛爷 依然运用名义元首的影响力 四处奔走 惨淡经营 稳住了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重要国家 使今天的英联邦 依然保持着众多成员国 在80年代 英国甚至能东偏西凑 远征两万公里 大营和阿根廷的马岛战争 然而早已虚弱不堪的大营帝国 中兴的感觉一样虚幻 俄罗斯把英国称为梦游者 马克龙说他只剩下暗部酒班 面怀着日不落帝国光辉的老佛爷 同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几百年的家底坐视山空 当年纵横四海的政治家消失了 政客都变成了表胡将 当年受人尊敬的身世贵族不见了 满世界输出的是英式足球流氓 在庙堂之高 大家不愿承担责任 竟然儿戏般地搞出了脱欧大选 而将错就错的脱欧 更是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党争 因为这档大选重新来过 在江湖之院清真寺遍布伦敦 穆斯林占到了全市的15% 作为现代文明和法治起源地的英国 穆斯林竟然冲进商店公然禁酒 在国际民生新疫情来临之际 首相竟然搞出个撒手不管的群体免疫 说让60%的人口先感染再治愈 简直是一和团大师兄穿越时空的附体 结果先把王子给群体了 作为王子的妈妈 老夫也一定会忍不住想象中国的强大 然而中国的强大一样不是他的航空母舰 也不是他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而是几代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生生不羁的精神 天下围攻的治理 中国在引领着科技的革命 带领着时代的磅礴力量 中国人不仅仅是把5G当成科技 而是作为改变人类未来的力量 它推动人类大规模的进入智能社会 从手机无人驾驶到远程医疗 5G让万物互联并具备智能 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伊丽莎白女王代表的争气文明 其实早被时代抛弃了 可世界趋势完全不兼容 任何的努力一样是一场衰落的晚戈 无力加无奈 导服于伊丽莎白女王也只能仓皇出走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那一个国家引领了人类和潮流的方向 它就能带上时代的王冠 19世纪时英国兴起 引领了争气革命 用蒸汽机解放了人类的双手 20世纪上半期 法德兴起引领了电气革命 用内燃机解放了人类的双脚 20世纪下半期 美国兴起引领了互联网革命 用互联网解放了人们的大脑 21世纪中国兴起 将引领5G革命 用人工智能解放人类本身 中国是这个时代的命运之子 而有些人依然觉得美式和民主是标杆 其实西方式的否决政治对内早已经显露出了巨大的治理缺陷 选票式的急功近利和党争 让各国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对外解决不了国际化的问题 无论是伊克拉还是阿富汗 灯塔模式造成了无数国家结构的崩溃 曾经温和的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顺行 就连发展者大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也不再说美国模式是终极解决方案 在发表过历史的终结后 他后续的演讲与书目 分别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中美争锋及其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解 一切都很明亮 这次的新冠就是赵妖镜 不要看过去如何强大 一旦衰落下坠的速度会非常快 你能想到当年来去如风 纵横欧亚的蒙古铁骑 还不到一百年面对刘福通 拿着木棍长矛的红金军 正面对决竟被打得主动逃跑 你能想到当年彪汉山战的满洲八旗 如果不到四十年 已经拉不开弓 骑不上马 连满雨都不会说了吗 真正应该好好看的是 1918年的德国哲学家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他说没有所谓全人类的统一文化 只有一个又一个衰落又兴起的文化 这本书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但人们都认为它是一部未来之书 斯宾格勒说 每个文化都要经过 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 每个文化 既有其还提青年 壮年与老年时期 文明和国家都是生命体 人生有生老病死 事物有开端发展高潮衰落 佛家早说过了 万物都是城住坏空 世上没有七十年的太子 也不会有美帝追求的千年帝国 看看灯塔统练的表现吧 这些吹牛式的保证和诺言 恰如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 军机大臣忽悠老佛爷的 一道又一道捷报 他们一直在胜利 忽然就被戳穿 然后以下破灭 当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国 如今连个口罩也造不出来了 日不落帝国和西方 正在目睹着他最美的夕阳 还曾记得查尔斯的世纪婚礼吗 那时的王子风华正宝 那时的戴飞 一笑倾城 是王子与公主的童话 谁能想到婚礼的走向 竟也昭示了大英的国运和历史的进程 众人蜀目的亮丽光鲜 等来的最终是个复兴郎 如今私人已逝 王子高龄 祝他尽快康复吧 个人修行是三世英国 国家民族又何尝不是 上一个庚子年 英国人来了 他进入了北京 带着刺刀和大炮 带来了他们的丛林文化 横行霸道 弱肉强食 这一个庚子年 中国人来了 他也将进入伦敦 带着口罩和药品 带去我们的和谐文化 四海一家 忍者爱人 120年 王冠更替 120年 国运轮转 天意蒙蒙 不可问 满目山河 空念远 无论是老佛夜和普罗大众 在时空场合中 我们一样微不足道 其实什么都解决不了 而唯一能把握住的 就是珍惜我们的心上人 在这个日出东方的美好年代 请珍爱和珍惜好眼前人吧 他就是你的王冠